东区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的部落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至今开站已经有230站 在长者的服务也有稳定的发展 而这次邀请与文件站业务相关的资源机构 8号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召开 113年度花莲区跨域长造资源联系会 透过跨专业的联系会议 让文件站的照顾服务员了解在长者服务工作上不寂寞 有许多资源是可以成为服务上的助力 来自花莲县今年107个文化健康站的计划主持人 和赵服务员齐聚一堂 办理113年度花莲区跨域长造资源联系会 请来许正位前往现场向大家加油打气 照顾我们部落里的在地的长辈 就相当相当的大 服务的能量也很强 其实大家都是幸福最有感的推手 所以在这里正位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二件事情 我记得我们好像前年有办一次全县的照顾员 前年 去年有办 去年春天的时候有办 所以请这个 我想请文明处 再感谢大家 为了这个真的是大家的辛劳 要感谢大家 幸福严重明显出处长读估赛源也向大家致意 过去跟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做哪些事情 另外就是大家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还有照顾我们长辈的时候 发生了哪些问题 在整个战务的营运上面呢 有哪些需要改善 需要协助 需要辅导 甚至需要创新的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来共同探讨 当然在这个安往2.0的这个架构下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我期待把它固执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联系汇报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报告圆明会 立委 郑天才夫人 先议员李正文 陈美人也共同来参与 随着超高龄的长者数量重点上升 文化健康站的服务员 已不单是只要照顾长者在文件站 接受预防延迟失能的活动 午餐的提供 还有许多心灵就与的陪伴 或是资源的转接等等 透过跨专业的联系汇报 让我们健康的照顾服务员 了解在长者服务工作上不寂寞 有许多资源可以成为服务商的助力 记得将一话说到